新娘 他們等很久了 鬼是不怕淋雨的 沒有再怕的 各位 8月20號民中注定 失意就是跟新娘有點關係 但這個新娘 你可不能隨便亂娶啊 在我們台灣的行程當中呢 相信大家都有聽過 長輩有交代 地上的紅包袋 不要隨便撿起來 撿起來之後呢 你可能就要進行民婚喔 現在歡迎的就是 我們這部電影的最重要的主角 新娘 鬼新娘 這個電影呢 將在機性呢 隆重的上映 各位要把妹的朋友 一定要把握機會 帶著你心愛的女生去看 她一定會嚇得 一直走在你的懷抱裡 非常辛苦的 我們幾位台小子的朋友 還有我們這一位 鬼新娘 我們有一個別牌生命 而且非常硬直的方式 移接失意的首例會 如果各位擔心晚上會碰到爬 請你給牌一點掌聲鼓勵 來舞台上 跟大家見面 我們要歡迎 這部電影 是一個 目前幕後的陣容 來舞台上 跟大家見面 首先歡迎的是 來自日本的 著名鬼片教徒 他就是 依賴龍仲先生 走走 接下來介紹一下 在這邊的新的導演 謝忻 導演 歡迎導演 而且是個女導演 超有種的女導演 歡迎 緊接著歡迎女主角 謝忻穎 歡迎我們大美人 謝忻穎 接下來為大家介紹 我們非常會演戲的 男主角 吳康仁 歡迎康仁 來了很多本司 接下來歡迎的是 大家很熟悉的 田中聖惠 歡迎 歡迎請上台 接下來還有很多新朋友 他們都非常的優秀 歡迎陳楚祥 來 喜楠 請上台 顏震嵐 男權媽媽的新主唱 歡迎 還有來自日本的 持敦靈敏 非常漂亮的姑娘 鬥總 好 我們請幾位呢 先合影留念一下 來鬼新娘 來 你跟著我們一起合影留念 謝謝 謝謝 好 謝謝 好 哇 他真的非常的陰生 來 請大家一起看著前方 好 今天為大家介紹的 就是要在七夕呢 與著不同的電影 這個片子呢 是台灣非常少見的 恐怖鬼片 由日本的驚悚恐怖大師 來為我們做監製 過去你一定聽過看過 七夜怪談 或者是咒月 都是我們大師的監製作品 那麼他在日本已經監製了 六十多部的詭片 是非常專業的 那麼所以這一次再加上台灣的導演 編劇演員打造一部非常有味道 那麼有日本血統 但是是台灣題材的詩意 請大家多多的期待 多多追求 好